放入沙芯 机器自动运转 吸入液态金属 这是低压铸造炉 位在彰化鹿港三十多年水龙头戴工厂 十几年前就引进造价百万美金的瑞士KWC低压铸造机 半自动化生产走的是工业4.0路线 低压铸造机的产品从我们一般的位材 到一些工业物件都可以来制作 它能够给一些我们比较精密的东西 来做一个比较高粱率或者是一些材料的利用率等等 都有很高的一个优势 因为它的组织比较绵密 相较于一般的铸造比较不会有一些漏水 或者是组织松散的情况出现 做到好的雪龙头零件 还要经过一道又一道的气密测试 气密的话我们就是把它的头跟 它的出口两个地方都塞住 然后再用一些空气下去挤压看看 它会不会有漏洞产生 那我们在水面下如果看到它那个气泡跑出来 那可能代表说它这中间应该是结构 有一个结构的缺陷或者是有一个破洞的存在 测试好的雪龙头零件确定没有问题 才能进行加工 不同种类的CNC综合加工机 针对不同类型产品进行抛光处理 从细小零件孔洞甚至到大型啤酒龙头 都能抛出最美丽的金属光泽 它能够呈现一个非常高精密度的一个产品 那它里面外面都有加工到 业者层层把关 要求精致 但光是这样还不够 为了确保品质 连水龙头一开始的原料 铜钉也都是自己提炼 这个是我们从美国进口的红铜粉 那它的纯度有到95%以上 它主要是我们一般的电线 然后下去把塑料以土所取得的原料 然后再加上我们进口的 99.995以上纯度的新钉 下去融资我们像你现在看到的这个 红铜钉 专门为国外高级卫浴龙头大厂OEM 外销欧美日本等国家 面对各国水龙头含清量的标准 台湾业者产品都能通过认证 靠的就是这台光谱仪器 水龙头的材质成分都能一览无遗 比如说无签的产品 它可能会要求在0.1或0.2以下的话 那它这里就可以知道 你这个产品到底有没有符合这个规范 我们的工作就是确保 我们输出到这些国家的产品 是完全符合他们的要求 从原料提炼到电镀 一条龙的生产方式 业者每一环节都严格控管 生产高粮率的水骨金产品 进军国际市场 不仅打响台湾名号 更擦亮水龙头第一代工品牌光芒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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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